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解铁 整部电影就是在讲 我们这几个陌生人 一起逃命的一个过程 当列车遇到了事故 然后又遇到了不知名的怪兽 然后我们就几个人一起逃命 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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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认为这是第一次 新加坡有这样的电影 用这种技巧 我认为观众会很期待 我们可以在这种温暖游戏 这种温暖游戏的电影 这部电影应该会是 我入行人生以来最大的挑战 因为我看到他们的套戏 我已经很惊讶了 刚才那只怪物 你们都看到了 对吗 我还以为我疯了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跟 算是跟空气演戏吧 因为这部电影有很多的剧剧 很多时候就需要我们跟 空气 跟 green screen 演戏 或者是跟着绿人演戏 拍摄这样的东西的难度 就是你常常必须要跟着 跟着空气演 或者是跟着绿人演 或者有的时候只是跟着 一个绿色的棒子 JD 主角的主角 我更加感激 因为这部电影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知道他在做 我保证他们明天看到 系统报告照样才知道 我说的 你跪 把门关上 关上 官方程序是怎么样 这种事没发生过 哪来的官方程序 我们会没事的 这里我说了算 我说等 独播整 的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